嘴角挂着轻松的笑意 陆尘走出了西乡 接着月光 前方一玲珑的身影浮现在眼前 陆尘仔细一瞧 笑眯眯的走了过去 一把从后面将身影搂住 丫头 这么晚了不休息 赏月吗 人影儿正是左倾汉 从背后环过来的粗壮手臂上 左倾汉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衰减的安全感 也不回头 小脸舒适的靠在了陆尘的左脸颊上 摩梭着的温暖 在两人的肌肤游来游去 轻松无比 充满了浓浓的爱意 哥哥 要是汉儿走了 你会想汉儿吗 没头没脑的一句 把什么气氛都给破坏了 关键的是 把陆尘吓了一大跳 猛的搬过左倾汉的身子 陆尘惊道 走 要去哪 我们好不容易在一块的 我就是问问 真不懂情调 小丫头还是首次跟陆尘发点 把陆尘闹得个大脸通红 挠了挠头 陆尘黑黑一笑说 当然会想了 真的 灵动的大眼睛似乎能看透一切 不过陆尘心鸣如静 不怕此等会光 哥哥 有没有想过三妻四妾呀 我看慕容师姐和方姐姐 对你可是很不错的哦 刚刚还清透无比 转过身来 小丫头的眼睛又似笑非笑 说了一句 陆尘一头雾水的看着小丫头 周眉道 丫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 没怎么样 左倾汉一睁 眼神立马慌乱了起来 还好在月下闲谈 小丫头很好地把那么慌乱 给掩饰了过去 扭捏道 人家 就是问问嘛 三妻四妾也很平常啊 汉儿不在乎的 只要他们对哥哥好 话说到最后 小丫头声音愈发的轻微 很难捕捉到 那到底是一股醋意 还是别有声音 陆尘皱了皱眉 刚要开口 忽然慕容雨夕和方子欣 一同走了过来 小丫头隐晦地黑笑了一声 不给陆尘说话的机会 说道 哥哥 我回去休息了呀 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要跟师姐 方姐姐 处夕长谈 小丫头说完 像小燕子似的 蹦蹦跳跳地 跑向慕容雨夕和方子欣 陆尘蒸蒸地瞅着三道 隐没于黑暗中的身影 再看看西乡盘云的房间 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 今天晚上怎么了 个个都这么奇怪 一日清晨 天光放晓 崭新的一天 随着远方天际 响亮的龙吟而来临 绿豆还在暗中 筹备着五天以后 渡劫的事 小丫头早早地 没了踪迹 似乎头一天 夜里的谈话 触到了什么隐晦 连给陆尘叫她 起床的机会都没有 便离开了赤水别院 龙针三人在院子 切磋着仙法 顺便等着陆尘 跟盘云请早之后 跟云脑一起去 新元星看看 忠寇 韩伯 三念 都在修炼 天色直显了鱼杜白 五爪金龙傲难 就带着妖雀来了 只有两个人 连侍卫都没带 妖雀捧着大红礼盒 也不知道装了什么重宝 在赤水别院外出现 由于之前 陆尘已经打好了招呼 把守别院的修士 一路小跑的进去通报 片刻之后 陆尘和绿斗 并肩走出湘营 把龙王傲难 带进了别院府邮 与大唐落座 只有四人 傲难 金光内敛 声得魁梧 金色长发 整齐得竖起 纵然面带微笑 还是不识霸道 威严的本色 坐在下人搬来的堡椅上 傲难也不客气 直来直去的 陆道友 傲难觉得 道友二字 要比仙将大人亲近的多 便说道 傲难也不拐弯抹角了 说来惭愧 昔日吃炼宗一事 我这个不争取的家伙 得罪了道友 此来傲难正是道歉的 傲难说着 冷冷的瞪了妖雀一眼 直瞅的一代 杜劫中期高手 浑身发抖 不敢有为 妖雀唯唯唯诺诺的 从后面绕了过来 扑通一声 拜倒在陆臣面前 当堂叩首 说 妖雀见过大人 昔日妖雀罪孽深重 意图对大人不利 今日妖雀请罪 甘领一切责罚 妖雀咬着牙 闭着眼睛 准备承受一切 看来是势死如归了 眼下的情况 陆臣只需用脚趾头 想想都能料到 但真到了这个份上 妖宗的直白 倒是让陆臣不好办了 修真戒 你抢我夺 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 羡慕嫉妒引发的血案 也如长河星宿多不胜数 说起来 妖雀也是受到血磨螺空血的怂恿 让人当了打手 正常情况下 要是傲难不出面 陆臣就算杀了妖雀也不为过 但是眼前的情形却不同 傲难摆明了想跟自己交好 不想再生事端 身为五爪金龙王 一代妖宗领袖出面 陆臣当然不好不给面子 跟绿豆交换了个眼神 陆臣淡然一笑 挥手道 哈哈哈哈 罢了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再者说 那天也并非全是妖雀的主意 替他干什么 妖雀听的那就一个感动 险些没哭出来 叫龙王的性子 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 不脱层皮才怪呢 不过就算如此 妖雀也没敢把喜色表露出来 就怕引起两位大佬的不满 龙王冷哼了一声 实际上心里早就料到 有自己在场 陆臣肯定不会说什么 于是说 还不谢过先将大人的恩德 是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不怪之恩 妖雀 砰砰扣了几个响头 旋即连滚带爬的 跑到龙王座的地方 把准备好的大礼盒拿了过来 一切想安排好了的似的 回到陆臣面前 将礼盒打开 一道道一彩分成的光芒 从盒子里散放而出 异常的夺目 陆臣和绿斗定睛一瞧 里面却是九条不同颜色 长短不一的现状根须 妖雀说 大人 此乃妖宗一脉无上至宝 九霞必新落 以妖雀一脉高手的精落抽出 允育一千七百年而成珍贵药材 此物浮食便可提升功夫 若以此物入药定会炼成仙丹 请大人笑呢 九霞必新落 绿斗老脸一动 露出凝重 陆臣虽然不知道九霞必新落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但只看妖雀肉疼的样子 就知道这个大礼不轻 反正老爷子了臣酷爱炼丹 收下也无妨 他也知道 如果自己不收 傲难指不定用些什么办法让自己收下 所以陆臣也不客气 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妖雀道友有心了 既然如此 陆臣就多谢了 挥了挥手 身后自有守卫走上前来 把礼盒接了过去 妖雀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看到陆臣话都不说一句就接了过去 马上放心了 他可不想因为九霞必新落 让龙王把自己逐出妖宗的秘境 见陆臣收下了九霞必新落 傲难这才笑逐言开 左一句寒暄 右一句夸赞的打起了转转 总之就是不走 陆臣多精明 一看这里面就有事 当即道 龙王子来 恐怕不仅仅赔罪这么简单吧 傲难以乐 心道 你也不傻 干咳了两声 笑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那日在玉水星听到周云提起静虚空间 倒有不知啊 从昨天晚上开始 静虚空间的事便传得沸沸扬扬 况且那周云投靠了皇家 始终对道友是不利的 奥某不过想提醒道友一句 切莫小瞧了皇家 有些事还尚需做些准备啊 傲难 眨了眨鬼诈的双眼 有意无意的点醒着陆臣 陆臣怎么听不出来傲难话中的意思 摆明了 就是想问 静虚空间的位置 还不好意思直接说出口 大意凛然的替自己担心 实际上是提醒自己 反正皇家早晚会知道 不如卖个面子给我 先告诉我算了 领会的看了龙王傲难一眼 陆臣心中明了 只不过绝不能白白告诉傲难 事实让陆臣已经明白 傲难还有后手 便装作沉思不语 傲难按骂了声狡猾 便不动声色道 啊 那皇家也着实过分 事先傲谋一直闭关 对此事不知 否则定会出来说句话的 不过道友放心 只要道友有难 傲某说什么 也要站在道友这边 陆臣一听 嗯 这不就对了吗 早这么说 早就告诉你了 嘿嘿一笑 陆臣说 哼 多谢龙王前辈的台爱 其实静虚空间的事 也算不得秘密了 反正早晚皇家会知道 告诉前辈也无妨 哦 傲难心里那个爽啊 今天不就是为这事来的吗 早一点知道 可以早做打算 陆臣顿了一顿 随后和盘拖出 静虚空间 就在上古神魔战场的核心深处 那里的空间很不稳定 一找便能找到 只需要杜杰奇以上高手 全力振开空间 便可以打开 通往仙境的要道 那里布满了仙缘力 对修士有着莫大的好处 若是人数过多 就要准备武灵破明珠一类的宝物了 毕竟没有杜杰奇的身手 想打开那里的通道 可是千难万难的呀 陆臣一字一句的说着 隐晦的指出 你要想培养大批的高手 可是需要大量的武灵破明珠的 至于能不能猜出 我有这样东西 就看你自己的智慧了 还别说 傲难真的无法想象到 陆臣早就打定了主意 要售卖武灵破明珠 他的注意力 全在静虚空间的好处上 一听空间里 处处都是仙缘力 傲难的一双龙眼 差点瞪出来 此事当真 绝无虚假 前辈莫非以为 陆某会拿着马上 就要天下皆知的消息 糊弄前辈吗 陆臣旁敲侧击道 这 这 傲难一争 惭愧道 是 傲某唐突了 说着 傲难坐不住了 站起道 如此 傲某便不打扰道友清修了 告辞 陆臣一看 这老龙还真着急 自己还没说完 便叫道 龙王前辈 倒有 还有别的事 龙王傲难 已经迫不及待的 去静虚空间一关了 陆臣笑道 龙王前辈 现在便要去静虚空间也可以 不过 此事非同小可 多一时之机 便可赢一世之力 路上 可要小心 有人跟踪啊 哦 哦 哦 对 对 对 龙王一拍脑门 心道 对啊 现在去的话 肯定比人修炼的早 那里时间流速是静止的 妖宗就可以比其他宗门 更早的获得一批高手 当然不能让人跟踪下来发现了 这样 还有什么优势可言 哦 你看 欧某一心急就糊涂了 多谢道友提醒 傲难报了报权 陆臣微微一笑 偶然间想到某事 说道 哦 还有一件事 陆某所在的故乡 曾经出现过两个妖宗的修士 此二人 一则元王后裔 一则乃是龙王本族 数百年前 出以仙元星之后 便与陆某分开 想必去了妖宗 这两人是陆某的好友 拜托龙王前辈 与闲暇之时 帮着陆某找找 若是找到 就说 陆某甚是想念 让他们有时间 到持恋星一去便可 傲难闻言 心下透着明白 什么想念 就直说让我照顾得了 傲难说 小事而已 他们叫什么名字 袁某 龙岩 陆臣提到仙元星 洪荒二主的名字后 说道 哦对了 这龙岩 还有一人类修士的道理 名为曼旨 哦 难点了点头 转身 对妖雀说道 妖雀 给你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这件事交给你了 务必找到杂人 送入秘境修炼 是 妖雀还哪敢说二话 不惩罚自己 已经很不错了 傲难和妖雀 双双离去 一直未作声的绿豆 待二人的身影消失后 方才扭过头 看向陆臣 问道 小友啊 你这么做 不会有问题吧 陆臣协议的一笑 说 能有什么问题 我巴不得他来问呢 正好给我前玉门日后 售卖武林破明珠 壮大声势 还有 绿豆前辈 告诉门人 别再去静虚空间修炼了 不 为什么 绿豆一愣 问 十炼宗还没有想收到这帮好处 就这么停下来 陆臣说 前辈 你想想 老龙都知道了 皇家能不马上复制行动 用不了多久 整个众仙玉都会知道那处宝地 一场大战啊 在座难免 死的人会很多的 你也不想辛辛苦苦创下的 积业复制一句吧 陆臣拍了拍绿豆的肩膀 笑意吟吟的 哼 等吧 让他们打一打 杀一杀 死的差不多了 形势也就稳定了 到时候再去也不迟 这 绿豆被陆臣气得简直说不出话来 蒸蒸地瞅了陆臣半天 方才憋出三个字 你够狠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就在傲难离开了赤水别院三个时辰后 妖宗圣地两道魁梧的身影和一妙灵女子踏上了圣山秘境 三人皆有合体初期的修为 无慎强大 在圣山下也算不入流的几个修士 两妖一人 正是大圆后裔圆猛五爪金龙后裔龙炎以及龙炎道吕慢止 三人从仙缘形出来 历尽了坎坷 终于到了妖宗的地界 数百年来没有其遇 毫无机缘 辛苦修炼才获得此般微弱的修为 三人从来不会想到 这么快被妖宗的各大长老传召踏入圣山的那一刻 心下还在忐忑不平 被几个合体后期的修士带着 终于来到圣殿 这时迎面走来两大妖族修士 一个赤背长矛 体型健硕 正是妖族杜劫后期高手 大圆一脉最强者 元王 另一个则是傲难的胞弟 傲俊 这两人 一个是元王 一个堪比龙王 都是实力不凡的高手 首次见面 光是两人的气势 便压得龙岩三人喘不过气来